我们就直入正题 讲法轮功这个事 这两天我在外面 你们开车 经常要带着他们开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 所以我一直在听这种长篇大论的 听到有一个叫虞超的 我在推特上把这个人的推特号 他里面有他的油管地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法轮功里面很特别 就是法轮功的叛徒 他是指名道姓的称呼 在指责李洪志 指责李洪志的老婆 尤其是李洪志的老婆 然后他关于神韵这个事情 因为神韵社叫什么 神韵都是很小的未成年的小孩 然后被送进神韵歌舞团 然后在里面练习跳舞 是吧 我还作过一期关于神韵的节目 看过去现场的神韵的表演 他讲很多小孩 因为父母是练这个的 所以就把他们从小 就给他们灌输这个 然后给他们送进去 然后最后在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极其压抑的 极其中国化的 其实我听下就是完全的中国化的这样一种 集体的生活 尤其是你经过文革等等那代人过来以后 你会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桥段非常相似 最近我不知道虞超可能是因为他老婆 他老婆也是练这个的 也是练法轮功的 然后他老婆其实之前双方 虞超在中国国内被关了十年 所以关这个十年能够熬得过来 主要就是将来有一天能跟老婆团聚 所以双方的感情技术应该是很深厚的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虞超说法轮功那一波事情 直言不讳 可能两个人就掰了 可能现在已经就彻底掰了 虞超已经在那里讲 就是我的前家人 前家人其实应该就是指 普遍就这样 可能他是前妻 所以这个事他已经相当于是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叛教 叛得如此彻底的人 但是同时他又坚称自己 一人是法轮功练习者 他认为的法轮功是有这种不同定义的 有的人认为法轮功就是教主李洪志 有的人认为法轮功就是什么东西 他认为法轮功就是一套思想体系 甚至他一边指责李洪志 一边还说感谢师傅在一开始之前 可能2000年之前还是什么样子 早期的时候给他一个教诲 他依然在谨遵这些教诲 所以正因为我谨遵这些教诲 所以我现在还给你逗到底 但是节目都很长 如果说 而且主要是面向法轮功所重的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耐心的话 肯定听不完 开车的天一边听 一边开车一边听 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个人感觉他这里面自己行间的 再说一句意思 就是说现在只是我在照应的麻烦 但是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有其他人 照应的麻烦 甚至可能会有集体诉讼 甚至可能会哪一天 说不定什么FBI的抓捕 因为这里面你的神韵涉及到未成年人 然后你可能涉及到一些金钱 控制人生 然后关键是神韵的这些小孩 都是在 相当于是父母在西方 他们在西方可能出生或者长大的 所以除了在神韵的这段期间以外 大部分还在西方 甚至有的人可能第一语言 母语是英语 这些人 尤其是这些人 很多人跟虞超爆料 就是诉苦 如果这些人回个味儿来 然后一起来做一种所谓叫什么 弃师灭祖 或者说也好 或者离经叛道的事情 有可能会引起这样一个 就是换句话说说英语的人会来找你麻烦 虞超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只是你一个弟子 而且我还认你是师父 我还念你的好 是吧 这个时候我来指责你会是什么样子 批评你 我这是为你好 而很快就会有人 说英语的来找你麻烦 那就不是一般的事了 可能会有 你不得不面临一场high profile的诉讼 知名度比较高的是吧 大家都很关注的这样的诉讼 所以我这标题听起来可能是有点惊悚 但是我是在虞超那里面 大概听出来这个味儿 就是有人在整理这方面的材料 甚至有可能有人在写书 OK 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第一神韵的这些小孩 长大了以后这些小孩 可能会有某种campaign或者怎么样子 都不一定 那么我因为 我相信在所有的油管主里面 我对于信仰这块东西 我的侧重点比重是比较大的 可能不太有人会 除了法轮功他们会谈法轮功 除此以外可能不太会有人谈信仰 纯粹谈信仰的 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他们的所有油管 其实我个人感觉对于中文诗中的吸引力是很低很低的 我个人感觉 虽然在他们自己的受众里面 大家是比较互相捧场 但是对于深受了共产主义熏陶的 唯物主义熏陶的中国人来讲 离他们感觉是挺远的 而且有一种天生的排斥 OK 但是对于信仰这块 我其实一直是寄予很大的一个希望的 而且包括我以前做一些法轮功节目 我也给一些 包括采访法轮功被打 在堪培拉被打 我现在采访他 这些节目我也做了一些 我对他们 首先我是支持 非常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跟言论自由的 而且我在这方面应该没少 尤其是我觉得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前 澳大利亚有电视台还做过对于法轮功的 好像追根究底 尤其是说他们支持川普 是吧 当时我还做过节目强烈谴责 澳洲这些人 当然我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是掌握一些信息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 ABC这些人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某种政治方面的报道 所以在所有人里面 其实对于我个人觉得 对于宗教的最开放的就是我了 所以有可能我觉得不排除 可能我会去找虞超做一些这种直接的对谈节目 但是我觉得虞超这个人 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怎么讲 当你找一个采访对象的时候 你当然是希望那些能够 大家能够一拍即合的采访对象 但是我感觉虞超是一个挺刺头的人 所以采访 我可能还要跟他多多多交流 其实之前我就已经跟他有过交流了 Learning GCN这个朋友以前推荐过 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跟虞超有过 私了一下一些信息交流 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我们这样子的 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想跟他聊一聊这个话题的 现在我看已经闹成这样了 说不定我会再接触 试着接触虞超一下 看有没有 我们会做一些方面的话题 就是我是支持宗教的信仰自由 我也是支持宗教的言论自由的 但是我也是支持那些叛教者的言论自由的 OK 我也是支持对于宗教的批评的言论自由的 OK 尤其是叛教者 尤其是自己对自己宗教进行指责的这样的声音的 我不会说因为我支持宗教言论自由 所以反宗教的我觉得就要打压他们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都要把这个声音放出来 OK 我对于邪教这个定义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严格的 你要到一定的标准 不能随便什么教 我看的不顺眼就说他是邪教 甚至有的人觉得所有宗教都是邪教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原罪 而且我对于宗教 又是中国的本土的宗教 如果经过一定的改革 一定的演变以后 能够成为一个有益的这样一个宗教 或者这样一个信仰 我其实也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希望在这方面 能够帮大家建立起来 对于宗教的平视的这样的态度 而不是俯视 也不是仰视 也不是俯视 其实我也知道有些人 一直好像对于基督教是有很好的印象 所以你认出来以后 对于基督教或者什么教 有一种仰视 对于伊斯兰教有一种俯视 或者对法轮功有一种俯视 我一直建议大家 不要仰视也不是俯视 平视它 然后你只有这样以后 你才能确定说 什么样的信仰是对我最合适的 是我最认同的信仰 而且我也知道信仰有的时候需要一个leap of faith 好像基督教里面有个概念叫做因信称义 你不能说去argue 去reason这个东西我信不信 那么只有你信了 然后你才可以下面这道体系才能扩展开来 我理解这个属于宗教 不管是宗教 还是其他信仰里面必须的一环 因信称义是必须的一环 所以我一直都很反对别人 就说比如法轮功他们那些人在说 过去三年死了四亿 当时我就做这个节目 我特别支持肖明应该是 肖明当时说的 就是因为师父说了 所以我就信 我觉得这就是你对于一个东西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诚实的 这个信仰 而且我觉得是应该予以保护甚至呵护的 关键他说出来就是我就是因为信这个 所以我信这个 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有道理 是吧 我觉得12345678910 我把道理摆出来 就好像所有其他这些法轮功媒体一样 试图去通过逻辑来说服 说三年的确死了死亿 这事不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我一般来想对于信仰是这个态度 但是我也不否认法轮功这个群体里面 至少在比如说虞超定义的法轮功的 他认为可能出了国以后的法轮功这个群体里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有一些所有中国人都很熟悉 然后一闻那个味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微语 是吧 是微语 抱歉 谢谢 谢谢阳老师提醒 是微语不是肖民 是吧 OK 他们长得挺像的 挺像的 说哪了 尤其是在法轮功内部 对于自己的宗教 自己的信仰体系里面有一些反省 甚至有些介入批评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宗教 或者说不管是任何一个现代宗教 还是任何一个宗教 在它最原始阶段 最需要的这样的东西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宗教 各种各样的宗教 能够最终的传承下来 它必然有一套非常 在它所在的文化的背景里面 有一套非常自洽的言论语言 思想思维体系 所以我觉得按照余超讲的讲 法轮功已经到了一个 不能够不具备可持续性的 这样一种信仰体系了 的确有很多经文也好 或者说十几年以前说的话 跟现在的话是相反的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 李洪志大师他还健在 这个以前很多人讲过 宗教如果说有个人成圣了 已经过世了 这个时候关于他所有的话语 后世其实是有解释的余地的 但是如果人还健在 然后他又不断地在推翻自己 以前的就是他在说一些 跟自己以前说的话 相矛盾的这个话 这玩意就很难办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时候 也可以做些这些内容了 但是我首先 对于这个内容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而且会有很多人指责 就说大家都是反共的是吧 法轮功现在那样的样子 你干嘛要去挖人家墙角 就跟人家过不去 这就像像次我做的三年四亿 是吧 也有很多人过来质疑 你看大外宣铁证 大家都知道三年四亿不对 你干嘛要说出来 说出来你就是有问题 虞超 我把他的油管频道 大家可以自己收 虞超 我把虞超这个名字打在里面 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字号的 他是93年那个时候开始练习的 好像当时就见过李洪志 或者这么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感兴趣就可以看一下 尤其是关于里面 关于神韵的这部分 未成年人的这一部分 我个人听的是感觉不是不可能 甚至有的桥段感觉还是挺可能的 你要想编出这个情节来 都有点不太容易编 而且据他讲 所有都是神韵的 现在的成员或者以前的成员 就是一五一十告诉他 甚至可能还有录音 还有记录的 只不过尽力帮人家把信息给他掩盖住了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这种话题不太会有人喜欢听 你除非就做的特别狗血 做的那种特别的那种一面倒的这种说法 但是总的来讲 没有人愿意讨论跟信仰体系有关的事情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 要么你就是邪教 要么你就是政大 就是非常高大上的宗教 似乎就不存在某种中间状态 或者说一个教只要有被人指责 那就是被人邪教了是吧 然后一个教如果说要想能够服众的话 那必须得完美 我其实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什么 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一方面 依然认为李洪志是师父 非常敢念师父的恩德 另外一方面 同时就揭露自己的师父 跟自己的师母 两个人做了一些特别见不得人的事情 然后他有时候会 我感觉出来 他里面可能对于李洪志说自己是创世主 是主佛 有非常嘲讽的语气 在谈论这个事情 所以我特别好奇 而且我特别是觉得 你还是一个 因为法轮功他里面的教义讲 李洪志就是主佛 就是创世主 就是无所不能 那么如果说你去反对这个的话 那你为什么同时你又去说 感谢他也好 依然认他为自己的师父 我特别不明白 我相信这种讨论可能会让人更多的 就是我感觉像这样的讨论 可以让人更多的去思考 关于信仰方面的东西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个人很感兴趣 不然自讲我是佛教徒 但很少跟别人谈信仰 身边的人都没兴趣 甚至反感 有没有可能宗教在华人文化圈内 没有形成世俗化 让中国整个信息 断层社会的转型的过渡作用 对 宗教没有世俗化 的确 我是认为不同的文化群体 不同的文化背景 它可能在宗教方面的approach 应该不一样 因为像有的像这种西方的 有些国家 宗教气氛非常浓厚 它的一切的世界观 完全是架在宗教的传统上 传统上的 这个时候 它的approach不太一样 但如果像有些 像中国本身就没有 尽鬼神而远之 就没有非常浓重的宗教文化 和形而上的思考 我觉得你有没有宗教文化 真的会直接决定 你这个民族 有没有一种形而上的 跳脱出自己 OK 跳脱出自己 跳脱出什么利益 什么东西 有种形而上的思考 通盘的思考 我觉得没有有一种 怎么讲 好像上天有眼的这种 系统性的神学的传统 似乎就很难形成这种 能够跳脱出自身利益的 这样一种 看待这个世界的 这样一种东西 所以中国的怎么做 我觉得还是基于中国的文化本身 我以前讲过 中国的文化里面 其实有一些偶德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推导出来的过程 但是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 直觉 它给出一些结论 一些像论语里面的很多话 是吧 其实跟经过系统性的推导 或者ethics方面的 或者神学方面的这种推导以后 得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偶合的 但是它比较零散 是不是有可能以这些作为一个 怎么讲 以这些作为一个包装 是吧 然后慢慢的可以把内核给建立起来 注意 感谢观看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参加